80岁中国大妈第一次进赌场 把全部家当换成筹码 她嚣张地推开众人 一副大老姿态坐到堵桌前 然后下注一块钱压到8号 小球在转盘上晃优乐会 居然稳稳当当停到了8号 大妈瞬间从一块钱赚到一万块 围观群众惊呆了 忍不住给她鼓掌 大妈居高临下地俯视对手 然后加大自己的赌注 第二次她继续喊8号 命运之神选中了她 大妈又赢了 她觉得还不够刺激 想玩把大的 于是她直接把全部筹码压下去 旁边的大哥看呆了 劝她悠着点 然而大妈根本不搭理她 此时她的筹码已经堆到两米高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轮盘开始转动 还以为她要赔得倾家荡产 然而东方力量十分强大 小球再一次到8号未停住 这一回 大妈用一块钱赢到了一百万 让一旁的玩家叹为观止 本以为大妈会就此停手 然而这才是个开始 大妈将战场转移 玩上了其他游戏 不管是玩头子扑克 还是麻将 她都能赢得盆满钵满 大家看着一个中国大妈 在唐人街赌场大杀四方 其实她根本不知道游戏规则 只是有个独门绝学 就是在下注后喊 大家在这个中国大妈身上 看到了赌神的影子 其实她并不是赌神 几天前大妈刚死了老伴 她找半仙算卦 半仙告诉她 8月8号是她这辈子最幸运的一天 是她的龙门 不仅会飞黄腾达 而且想要什么都会守到亲来 可大妈看着神神叨叨的半仙 根本不相信 到了8月8号 大妈去银行取钱 客服问现金还是支付宝 大妈不急不慢回答 没想到好运开始了 今天是银行开业八周年 大妈正好是今天第八位幸运顾客 所以银行免费送她八代大米 大妈很惊讶 看来大仙说的都是真的 于是 她立即坐上八十八路公交车 来到名叫八十八的赌场 不出所料 大妈在这里运气爆棚 从一块钱赢到一百万 就在她数钱数到手抽金时 意外发生了 这一次 幸运之神没有眷顾她 大妈输了 而且连本带立书的血本无归 大妈非常惆怅 她忧心忡忡地坐上公交回家 心想那个半仙就是个骗子 这时 隔壁的大爷突然将头靠在她肩上 大妈正在气头上 正好撞上她枪口 她使劲一推撇开大爷的头 没想到这么大的动作 大爷都没醒 大妈觉得很反常 于是把手伸她鼻子上试探呼吸 大爷居然咽起了 大妈吓坏了 心想怎么这么倒霉 他立刻喊司机 可还没张口 司机正好踩了个急杀 这时 大爷的背包掉在大妈面前 大妈眼睛一瞥 发现包里有成堆的百元大钞 此时大妈转头看向大爷 只见大爷脖子上刻着象征身份的刺青 这一看就是出来混的 一般人根本不敢招惹 但是大妈不是一般人 现在她终于明白 这才是真正的龙门运气 停车后 悄悄把背包带回了家 到了家后 大妈仔细数了一下 居然有足足一千万美金 大妈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第二天一大早 她就去唐人街豪制一百万购物 大妈还在为自己的收获沾沾自喜 可刚到家 家里就多了两个陌生男人 他们是当地莲花会的人 男人逼迫大妈交出那笔钱 然而大妈丝毫不慌 她表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接着 大妈让他们赶紧滚出她的家 因为自己孙子是柔道世界冠军 马上就要回来了 大妈的气势还真能震慑住 他们被吓得落荒而逃 其实 大妈的孙子不是什么冠军 只是一个胆小的高中生 此时的大妈察觉到危险 她自己出事没关系 但是孙子不行 她害怕莲花会的人再次找麻烦 于是她来到保镖公司 雇佣一个保镖保护他们 老板上下打量着大妈 觉得这个大妈一点都不靠谱 随意报了个价格想打发她 八千块 我给你找个人 八千块 对我 像我这样的老人合理吗 风险高啊奶奶 看出大妈是真心想雇佣保镖 经过一段极限拉扯 老板收了大妈两万块 派了一个叫胖虎的壮汉给大妈 大妈看着胖虎高壮的身材 满满的安全感 立刻把她带回了家 她没想到胖虎饭量很大 一顿饭足足能吃下十碗大米 还好胖虎业务能力很强 这天孙子和同学在家里健身 音乐声太大吵到楼下邻居 邻居上门投诉破口大妈 胖虎轻轻出手 就把邻居吓跑了 大妈非常满意 此后不管大妈去哪 胖虎都寸步不离地跟着 莲花会的人根本找不到机会下手 这天 胖虎陪大妈去理发店做发型 大妈突然想吃汉堡 让胖虎去给她买 就在胖虎刚走时 莲花会的人来了 他们虐待大妈 让大妈说出那笔钱的下落 你在做什么 关键时刻 胖虎即使出现 两拳就打倒了他们 自从理发店事件后 大妈越来越没安全感 这天 她找到在道上混的朋友打听情况 朋友告诉她 那笔钱的事情道上已经传开了 原来 公交车上的大爷是莲花会的卧底 他帮莲花会拿到了那笔钱 然而钱却被神秘大妈抢走不知所踪 现在有很多帮会正盯着这笔钱 大妈知道后提心吊胆地回了家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一伙人偷偷闯进大妈家 对着家里翻箱倒柜 大妈听到动静后 立即抄起平底锅当作武器 慢慢逼近敌人 接着 大妈用辣椒水 迷下另一个敌人的眼睛 然而双拳难敌四手 大妈和他们又力量悬殊 很快就被打倒了 还好关键时刻 胖虎及时赶到 他一拳解决两个 然而胖虎的威力实在太猛 直接送其中一个敌人上西天 胖虎有点害怕 他正想着怎么安慰大妈 没想到大妈气定神闲地拿出麻袋和胶袋 把尸体装进去 胖虎看着大妈娴熟的手法 呆呆地愣在原地 大妈和胖虎趁着夜色 把男人扔到垃圾堆 可到了晚上 大妈失眠了 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害怕再有什么意外发生 接着他连忙起身 来到垃圾堆 果然不出所料 昨晚的尸体离奇消失了 大妈很害怕 但是理智让他明白 现在必须冷静下来 他脑子很乱 为了让自己镇定 他来到征桑拿放松身体 在这里 大妈遇到一个陌生女人 女人热情地和她聊天 夸大妈年轻 大妈笑得合不拢嘴 没想到下一秒 女人温柔地告诉她 赶紧交出不属于她的东西 大妈原地打了个寒颤 但她强装镇定 表示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女人没有生气 临走前还为大妈点了杯饮料 没想到大妈刚喝完饮料就晕倒了 等她再次醒来时 已经到了一个陌生的房间 眼前还有一个打手看着她 大妈眼急手快 趁打手不注意逃跑了 好不容易甩开打手跑到街上 大妈发现有另一伙人正在尾随她 幸好胖虎带着人过来 救下了大妈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完事后 大妈看着眼前遍地的尸体 心中不是滋味 她没想到因为这些钱 会害了这么多人的性命 然而她没时间想太多 因为她发现 自己也中枪了 大妈忍着剧痛 拖着受伤的身体回家 以为回家后可以得到庇护 可意外又发生了 她的家里被人翻得一片狼藉 桌上还留下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想让你孙子活命就把钱交出来 大妈心痛极了 她辛辛苦苦忙了一辈子 以为终于能享福了 没想到这些钱是灾难 大妈想也没想 立即将钞票装贷赶去救孙子 这时 胖虎姗姗来迟 看着大妈孤寂的背影 她于心不忍 走上前去安慰 胖虎的安慰让大妈回忆起过去 原来 她辛苦赚钱苦了一辈子 可自己没想到一天的福 反而钱都被丈夫挥霍干净 丈夫去世后 她没有钱养老 自己还有个孙子要上学 她一时被欲望蒙蔽双眼 享受到金钱带来的快乐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 胖虎劝告大妈 这笔钱不能交出来 否则连花会的人有可能会撕票 于是二人想了个办法 在麻袋里撞上一大袋假钞钱去交易 绑匪看到大妈提着钱来 把孙子拉到大妈面前 然后开始验货 发现钞票的异常后 绑匪准备撕票 大妈无助地跪在地上气球 绑匪却冷漠看着无动于衷 危急时刻 胖虎带着救兵来了 两队人马立刻打了起来 大妈冲出去救孙子 被一枪打倒在地 孙子看奶奶倒地吓坏了 她张嘴咬伤绑匪 然后朝奶奶跑去 幸好胖虎及时赶到 抱着大妈逃离现场 经历这件事情后 大妈再也不去赌场了 她享受过金钱的快乐 也因金钱惹上祸事 最终她很满足地和孙子 过着太平的生活 因为现在的她明白 人一生的运气是有限的 用完了就没了 更何况无限的财富 比不上家人的陪伴 身体的健康来得重要